以前的中国,汽车行驶不烧汽油烧木炭,时速40公里。 如今娶媳妇三大件,房子,礼金,汽车,话说胆胆身狗,勒紧裤腰带,掏空两代人的积蓄,好不容易走进了神圣的结婚殿堂,才发现苦日子刚刚开始, 但是,媳妇天天吃外卖要钱,柴米油盐要钱,更可怕的是三大件支汽车花钱多,保险费,保养费一样少不了,最怕听到的新闻,就是油价又涨了,但今天,我要带着大家回忆一下过去,看看当年有车一族不烧汽油,烧木炭的日子。 话说汽车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1902年,当时的时候,大清的人们对着肿不吃草调,而且好得快,低东西非常稀罕,汽车行驶在街头,经常又围观的人们,当汽车发动的时候,发动机轰隆隆的声音,又会吓到一些看热闹的,那时候的汽车清一色的进口货,人家是烧汽油的, 由于中国当时不产石油,因此所有的油料也是进口的。 慈禧太后也是一个赶时髦的主,作为女人,她的好奇心还是很强的,为了讨好她,袁世凯特别进口了一辆大奔,自己偷腰包作为礼物送给了老佛爷, 但老佛爷子一次乘坐就感觉不对劲,因为她发现,司机竟然坐在她的前面,比自己还有面子。 这可不成,于是她下令,让司机跪着开车,并且认为这已经是开衣了。 结果可想而知,司机这手上下蛮谎,脑袋既要照顾前方道路,又要看下面的油门和刹车,差点出了车祸。 后来,这辆车就闲置下来,再后来,据说德国厂家还特意来到北京,准备买下这个限量版的老古董,咱没卖。 时代脚步走得快,到了三十年代,汽车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了,但依旧存在着巨大难题,这就是缺少汽油,车开不起了。 于是,聪明的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发明,1931年,木炭汽车发明了,发明人叫汤仲明,他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车身上,这种车使用压制成小煤球一样的木炭。 非常耐烧,汽车加一次木炭,能开四个多小时,最高时速40公里,也就是说能开160公里,这和如今的很多电动小汽车充一次点的里程差不多了。 据说后来,德国科学家也借鉴了中国人的发明,他们在二战期间研制成功了木炭坦克,一下子解决了在高寒地带汽油打不炒火的问题,更解决了燃料不足的问题。 不过,这种坦克似乎没有在实战中看到过。